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好了 这一题是我讲义内的题目 那当然蛮多同学会询问 我们就直接把它拍片咯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已经知道B分之A 它是一个最减分数 最减分数代表分子跟分母都会互值 它告诉你AB均为一位正整数 就是123456789 那B的导数为9A加2分之B加1 求B分之A会是多少 关键在于哪一句话 关键在于这一句话 B的导数就是它 来所以从这一句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B的导数会是它 来所以代表B分之1 它本身就是9A加2分之B加1 来做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直接做一个交叉相乘的动作 来交叉相乘的结果 我们可以得到多少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叫做9A加2 会等于B再乘上什么 B加1 很神经病 他都会解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从国中到高中的时候 separation 这种提醒会越来越多 哪里会越来越多 你看一下 如果你把这个等号 当成是一个方程式 没错 等号就是方程式的概念 这个叫1元 这个叫几元 这个叫2元 这种二元的题目怎么办 你要记住喔 一个条件解一个未知数 比如说一元N次方程式 一个条件都可以解 不管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都可以 那如果是二元呢 你就一定要两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 来如果今天2X再加Y会等于5 来这个你会怎么做 X等于2Y等于1 X等于3Y等于多少 负1 这样写下去会有无限多个 当然我现在写的是整数 如果是非整数的话 本来更多个 OK 所以它这无穷多个解 代表无穷多个点 我们可以在坐标平面上面 拉出一条直线 没错 这个直线就是由无穷多个点所构成的 这条直线方程式叫做2X加Y会等于5 来但是我在写的这种情况下 它的前提是什么 它的前提是 XY它为实数 它为实数 所以本来就会有这么多个解 对不对 老师 现在它只有一个条件 居然要过接两个位置数 我怎么可能解出来 来这个时候呢 你碰到这种题目的时候就要冷静的思考 如果今天题目告诉你AB为实数 我可以告诉你没得谈 但是关键在于这句话 这一题其实是整个题目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告诉你AB均为一位正整数 那像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使用到讨论 讨论什么东西 来你看好了 这个B和B加1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连续正整数嘛 你看我没有爆开原因就在这边啊 这个叫做连续正整数嘛 来我写一下好 来连续正整数 因为AB都是正整数嘛 所以这个叫做连续正整数 来那什么叫做9A加2 很简单 这个叫做被9除 5他会余多少 他会余2 来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去看 被9除余2 来你用9从1开始代码 91得9嘛 加2是不是11 928嘛 对不对 9327嘛 9436嘛 9545嘛 9654嘛 9763嘛 9872嘛 9981嘛 就在这里为止还这么多个 你就一个一个算啊 老师他什么东西 被9除余2数 你可不可以设法帮我把它想成 它是连续两个正整数相乘 来各位同学 11没有 20有哦 20叫做4乘5 来29没有 38没有 47没有 哎56有 这叫什么 这叫做G856 OK 65没有 74没有 83没有 OK好 那你发现答案只剩下两组了 来这个时候呢 谁是B 这个时候B是4 B如果是4 4520 这是928嘛 所以我们的B分之A 叫做4分之2 写出来后 当场暴毙死亡 为什么 我要最前分数 所以4分之2 不对 所以4分之2 不对 OK 好 来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那换这个 来 这个叫做B是7 没错 78 56 这个56被9除以2 9654 所以答案7分之6 没有问题 这一题答案就是7分之6 这种题目其实并没有很难 抓到一个概念 一元方程式 一个条件 二元方程式 两个条件 如果条件没有给你这么多怎么办 麻烦你再拉回去看题目 他可以讨论的方式解出来 OK 来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